自从进入超马 小慧才知道 老师说学习地质规很重要 对爸爸的态度 完全没有符合地质规 于是就借由超马里面的 步骤一二三 跟爸爸之间的不圆满 有做的和解 小慧想分享的是 在超马里最大的收获 小时候小慧的爸爸 因为经商失败后 就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家中的经济来源 全部就落在妈妈一个人身上 然后爸爸那时候 也会时常伸手 跟妈妈拿钱去请朋友 吃饭喝酒 时常回到家就会发酒疯 甚至会对妈妈 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来伤害他 所以从小慧就不喜欢他 那小慧还记得以前 只要爸爸待在客厅 我跟姐姐 妈妈都会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完全不想与他 待在同一个空间里 妈妈过世之后 我们之前原本住的地方 的房东就说要把房子收回去了 我就跟姐姐就搬出来一起住 那爸爸就一个人自己住外面 那自从进入超马 小慧才知道 老师说学习地质规很重要 对爸爸的态度完全没有符合地质规 于是就借由超马里面的步骤 一二三对过去 跟爸爸的不远买坐忏悔 直到有一天 小慧就主动联系了爸爸 想和他见一面 而到了他住的地方的时候 当时爸爸 他一打开大门的那操 我就看了他 然后寒暄了几句 转身离开之后 我发动车子 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就像瀑布般地掉 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然后小慧才发现 自己其实从来没有正眼的好好看看爸爸 我的爸爸怎么变得这么老 然后牙齿也掉了好几颗 回到家 小慧就请姐姐们也多关心他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是孝顺他 在那之后啊 小慧就会不定时的诅咒联系姐姐们啊 一起约爸爸吃饭啊 然后聊天啊 那非常感恩导师 感恩超马朗小慧 知道自己其实有多爱爸爸 然后爸爸当时跟小慧说很开心 他觉得小慧真的改变了很多 以前我真的对他说话啊 什么都很难听 但他其实看见了小慧的改变 他真的非常的开心 以前都会觉得说 金森可能跟爸爸之间的不远满 不会有和好的一天 甚至总会觉得 不会与他再联络的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超马 只要我们愿意将其门打开 好好的学习 就会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礼物 可以收获 那小慧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恩大家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